練習檔是分開 這個是題目檔 序則2工作表裡面 再複製一個 所以我按序則鍵 複製一個序則3 然後裡面需要做什麼 把頭尾刪掉 名稱改成進階 另外的話呢 就是重新編號 並且延期時數全部填上2 然後呢 這邊有提示就是使用那個 sumif 把它做加種 最後的話呢 做鎖定保護 什麼叫鎖定 就是我希望 最後算完的結果 那個時數部分 不要讓人家隨便可以竄改 要保護起來 那這個地方要怎麼保護 等一下順便 題目 另外呢 我的練習檔 是放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額外要開啟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序則2入門 序則3進階 那我怎麼知道呢 這個老師他到底有參加 沒參加 時數多少 OK 那其實齁 這個地方呢 可以利用剛剛講的sumif 不過呢齁 跟前面的範例不一樣的地方是 這個地方呢齁 它可以跨 跨工作表 也就是說呢 第一個 這個是你的quateria 欸 有沒有 sumif裡面不是跟你要3個 三個參數嘛齁 第一個參數是 你要找的那個資料範圍在哪裡 其實就是序則2裡面的 這個範圍 裡面 第二個是有沒有這個老師 quateria 第三個呢 要加總的範圍 就這個嘛 所以齁 其實你可以怎麼做呢齁 做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但是你會發現齁 sumif一次只能做一次 一個 如果你要第二個的話 你可能要做一些 做一些變化齁 好 齁 插環數裡面呢 數學三角 一樣就找到那個sumif 齁 齁 不過底下有個sumif 這前面有同學問過啦 其實加一個se是說 你的條件不只一個 我們這個是一個齁 啊 如果你有兩個三個四個的話 齁 sumif if s齁 指的是有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條件 OK 不過暫時我們先來看sumif 按確定 欸 range 指的就是說 你要查的資料的範圍在哪裡 在 曲折二裡面的這個範圍 這些人裡面 OK 第一個齁 切到中間 criteria意思說 欸什麼條件 有沒有網進入 有沒有 OK 所以意思就是說 criteria是你要找什麼啦 OK 所以通常齁 要找什麼放中間喔 criteria 啊 應該等一下要向下填滿 所以齁 向下拉的時候列會增加嘛 所以記得怎樣 按F4 不過比較標準 我習慣是按兩下 只要鎖列就可以了 有沒有 列的前面齁 有錢的符號就OK了 好 那sumrange意思說 欸如果有找到王沁路 這一個老師的話 你要做什麼 加總 加總的放在哪裡 所以 在一樣 序則2 裡面的 延期時數 要加的啦 所以 記得一樣 把這個範圍怎麼樣 按F4 兩下 鎖列就好了 因為待會兒 也是會向下填滿 那你向下填滿 如果沒鎖住的話 那個範圍 會變動 就錯了 OK 移到中間 OK 那你會發現一到中間 他就跳回序則1了 好 做完之後的話 按確定之後 你會發現 他會幫你怎麼樣 比對一下 這裡面有沒有王沁路 王沁路 王沁路 如果有 他幫你把對應的這個 時數給加起來 如果沒有就跳過 按確定 好看一下 0個 那向下填滿 全部算完 不過呢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只有算什麼 序則2 入門的部分 可是問題進階沒算到 怎麼辦 其實 同理可證 其實可以不用重做 為什麼 因為序則2 跟序則3 可以用一樣的公式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Ctrl C 移到後面 加 Ctrl V 但是呢 他位置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序則2 改成序則3 序則2 改成序則3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你要比對的 因為剛剛有兩個老師沒參加 進階班 所以 他原來是在第16列 可是少兩個老師就減2 所以改成14 這邊呢一樣改成14 這個 這個後面這部分應該看得懂吧 這是進階班的 那 我們用加的 表示說 第二次判斷跟第一次判斷 他的邏輯是一模一樣 差別只是不同的工作表 不同的範圍 所以我直接複製貼上來改會比較快 好 做完的話 OK 那這個地方我就把它直接打勾就可以了 打勾之後的話呢 王庆路還是沒有 向下填滿的話 放開 你會發現 他又把什麼呢 像這個老師有 有參加 1.5加 應該是 這個老師 他等於是 1.5再加3 加上2 所以是3.5 OK 這樣的話呢 就全部都幫你加起來 不過還是有個缺點啊 就怎麼樣 如果你 兩個工作表還蠻簡單的 那第三個怎麼辦 再繼續加 第四個呢 再繼續加 所以如果 工作表越多的話 當然 這個公式也可以派得上 只是說他還是 不夠 怎麼樣 你工作表多 可能還不太適用 那怎麼辦 這時候 還是非得要用VBA 如果VBA 要跨工作表的應用 是辦得到 可是相對的程式呢 也會變得更加 複雜一點 OK 所以這裡的話 應該可以理解 我的意思 第一個就是 先用Savif 把那個 入門的加完 再加進階的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說我希望做完之後 他有一些老師呢 如果給他看 他可能要 串改 假設啦 如果說有老師他沒參加 給他想說 那我直接改好了 改個最多3.5 那就直接打3.5好了 Enter 這個時候他可以改 可是呢 如果我希望怎麼樣 這個範圍 幫我保護起來 意思是說 如果有人要改的話 是 會跳出警告 跟他講說 這個地方 這個範圍 全部的工作表 只有這個範圍 不能改 其他的範圍 通通能改 就這個範圍 不能改 那要怎麼保護喔 OK 所謂的保護工作表 意思說 這個地方要保護的話 要怎麼做 我想這個地方當然 在教育裡面 有一個所謂的 保護工作表 不過怎麼設定 我想 當然你可能要知道幾件事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把那個 三密服這個部分先完成 待會再來看 保護工作表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利用三密服 所以 特別是三密服的三個參數 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就是 你要比對什麼東西 的那個範圍 所以一定會有很多個 第二個是 你要找什麼 找誰 第三個 如果那個人存在的話 就把它加種起來 所以第三個條件 是加種的範圍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利用那個 教師研習時數的 這個 統計表的範例 試試看那個 三密服